游戏狂人帮助赌徒上岸 本故事由真人真实投稿 跟住投注 他让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储局一千领了一千 我才刚随便跟几把 就赢了六千 我就拿着六千块 很快就赢一万多 马上就提款了 可是后面开始就不稳定了 以各种理由解释 还把我拉进了另外一个高级群组 看住里面人轻松赚几万 几百万 我心动了 开始果然赢了几万 因为一开始他们就交我了我背头 如果六次连错 本金就没了 然后几万越大越大 完了大概三个月 中间有输有赢 但最后还是输了 而且是完全输光 开始跟朋友借钱 借完了 当时大概输了八万左右 到朋友催账的时候 没办法只好照家人借钱解决 期间还是会偷偷出来赌 最后输死心了 脚踏徐弟工作了一年多 终于把欠的钱都还完 也逐渐有了一些存款 生活似乎变好了 但就在隔年的世界杯 我看到同事下注赢了很多 朋友起闹 我又开始心痒痒 跟之前一样几百几千开始背头 玩到最后连三宫 百家乐都玩 年底还直接碰到疫情 我生病了 当时就在家休息 在家没事 可想而知 对 赌徒很怕无聊 我承认 我借了一段时间的缝线 彻底松了 疏疏盈盈 三天三夜 中间休息了几个小时 最可怕的是 三天我抽了一条半的香烟 这次更夸张了 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由于之前跟朋友借过钱 朋友开始不信任我 只好跟家人说 疫情需要生活费 最后十读十书 连吃饭都还要去超商 找大业的朋友帮忙 最后心里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结果 连大业的朋友 我都跟他借了两万 一次下注 竟然下了两万 最后啥都没有了 这么投注都是输 一次一次的诱惑 你下大注 最后一口把你吃掉 最后身上剩下一百块 彻底死心了 给自己留条命吧 第一次和这次赌博 总共输了十五万以上 对我这种租屋的普通人 可以做很多事了 这次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觉得很对不起朋友 后来又开始了新的还款计划 胜吃剑用一年多以后 终于再次还清了 在外面赚钱这么多年 没有孝敬父母一分钱 父母年纪都大了 我还这样搞 真的对不起家人 赌博大脑都不会思考 我一下子就可以输这么多 这也是所有赌徒 无法上岸的原因 人性太脆弱了 之前明明吃过一次亏 有经验的前提下 还是再次跌倒了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之前的朋友知道后 都直接骂我 但他们还是愿意帮我 人活着除了钱 还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事情 我这次一定要戒掉 就算未来生活不好 也慢慢努力不赌为赢 钱就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 更方便的工具 不要遇到挫折就倒下 活着就有希望 最后再劝大家 劝自己一句 网赌就是一条凄惨的路 没有翻身的可能 透过现实生活的努力 人生才过得更好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